诶 这也是个古迹 中间的小鸟 这样 这好了 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机车 不是机车 哎呀 它来了 它来了 决定了 我也要来 这个时间 按个订阅 你会follow我的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短大 这是北门 今天像不像来参加历史古迹的 不是 是来寄东西的 然后去这边有一个邮局 这个也是那个古迹 你看 这个门楼还蛮好看的 挺好看的 手上练了一个箱 那个一条根 然后是朋友要的 不愿称台湾的一条根为 台湾之光 哈哈 有一期视频讲到 台湾好物有分享 真心觉得一条根非常的棒 这次又有朋友一下 要了40包 记一下 那邮局 这边有一个邮局 嘚嘚嘚嘚嘚嘚嘚 老公说是台北的种局 哎 它也是个古迹 真的诶 它是 被邮局始建于1898年 木造的 装饰 再度展现古迹 棒棒 去记一下 诶 这四个椅子还挺舒服的 上面还有邮局的那个logo 这里还有一个博物馆 楼镇博物馆 楼镇博物馆在这里面 楼镇博物馆台北馆 哦 还是开放的 我到了 先进去看一下 我以前常记 现在都搞不懂是哪一个 它这里有国际的大路 应该是这个 结果还是拿错了 来求助柜台工作人员 哦 谢谢 谢谢 这个下次你要的话 来参考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格子 没有办法那么多 哦 明白 它是特殊的就对 谢谢 谢谢 好 这个啦 这个是两岸快捷 对 就它 就它 好 谢谢 好 谢谢 鼓励 為什麼 好 谢谢 好 谢谢 双眼再多上一遍 好 谢谢 你 urm 很 谢谢 唔 咔 呜 一 银 好 处理 你这个柴机跟你的重量差不多 哦 用哪个都可以 用哪个都改变不了 可以轻一点点 好 没关系 要嗨提一下 对啊 因为11它们的厂价 对 660 就这样系好啦 简单方便 我附近啦 不是我附近 这里的附近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纪念呢 有一个 我去给你们带你们看一下 在这边 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特别的交通工具就是 当当当 当当骑了个这个 机车 不是机车 脚踏车我带你们去哈 今天是在台北街头 绿色出行的当当 出发 家人们 我有个严肃的问题请教 就是 骑脚踏车是可以骑在这样的 骑楼里的吗 还是只能骑在骑楼外面的那一条 好怕自己骑的不对哦 棒啦 就是这里 228公园 之前老公在这附近上班 常常穿过这里来找他 就发现这个公园很棒 哎呀 尴尬了 公园不让脚踏车进去 还会罚款 好那我来搜一下 看哪里可以还脚踏车 啊 悠悠闲闲 图图 画画 真好 嗨 我的朋友 我在公园外面 她在公园里面 我们如此的近 这位阿姨的话 配上垂下来的枝条 很有味道呢 洗了一半 碰到一群写生的同学们 他们就这样昔地而落 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 这次还好啦 一样 原来228公园 住在台大医院旁边啊 和捷律寨一出来就是这里 看一边是台大医院 一边是228公园 刚刚一群同学在协生的就是 国立台湾服务馆 走吧 去公园 一进来就碰到了我的朋友们 哈哈哈 其实小动物的状态 最能体现一个地方的环境 跟生态 你看他们多开心 上串下跳的嗨着呢 一定是这里的环境 让他们很安心 哦 树上还有呢 诶 这两只鸽子的花色 好像也很特别哦 跟一般的蓝蓝的鸽子 长得不一样呢 你看他们折叠一撑 三五好友一座 很悠闲呢 感觉这里的鸽子都比外面的鸽子安心 哦 它离我好近 其实好想迎失一手啊 但我想不起来是哪一手 呵呵呵 阿嬷好专心的在画画 这里是室外 但意外的是非常的安静 大家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 然后超安静 也是有在交谈的 但完全都没有吵到别人 湖底有一只乌龟 自己玩的也挺开心的 太舒服了 太喜欢这里了 哎呀它来了它来了 啊 哎站起来了耶 超可爱 这次还竟然来了两只 有点受宠若惊 工园旁边有一个这个宣水车 折定了赶紧来沾水啊 我也要来 我也要来 快乐 快乐 快乐一起来 装个隧道 最爱的声音 看我的小橙子 还在外面穿震着 哎呀这个要怎么放呀 呃 呃这会弹出来吧 我先回来了 完成 后来和老公碰面了 出发台中 你不是让我讲谁 叫 郭总 这家包子有名字吗 叫什么名字 三味香 三味香 那条街都是卖牛肉面 跟包子的 你们应该知道 我现在吃素的 我一个肉的已经下锅了 然后菜单还有豆沙的 好吃 那好吃吗 野菜好吃 野菜好吃 但这个看不出来 野菜 雪菜 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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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菜我们就是野菜 野菜的味道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 哈哈哈哈 再赞分享哟 再赞分享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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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